最近中共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被宣布遭调查之后 令计划夫妇的负面传闻是越接越多 两人的淫乱丑闻更是中共官员的现实写照 而中共喉舌央视被指为淫乱聚集地的话题是再次被人们提起 12月29号大陆媒体报道 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古元旭已在近期被带走调查 谷元旭是令计划妻子谷丽萍的弟弟 消息指出谷元旭是在他的姐夫令计划落马后被北京来人带走的 谷元旭早期曾任职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后勤聚务工作 而随着谷元旭姐夫令计划的倒台 关于令计划夫妻在央视包养情人的丑闻在大陆媒体逐渐被曝光出来 前一天也就是28号香港凤凰网大公网等新闻网站同时报道 盛传为令计划情妇的央视时政新闻部副主任冯卓 早在今年9月中旬就已失职 疑似早已被带走调查 据说早在2005年时 央视内部就有不少人知道冯卓与令计划关系密切 由于冯卓跟令计划的特别关系 两年后破格选入专制报道中共高层活动的时政新闻部 2008年更晋升为副主任 令计划包养央视情人他的妻子也不遑多让 今年9月多家外媒报道 令计划妻子古丽萍跟央视的男主播锐成刚有染 向其提供了大量的高层秘密材料 供给海外媒体发放中共高层的负面消息 报道说锐成刚还与令计划的弟弟参与使用大笔外宣经费 利用外媒攻击习近平 民间传说的啊高级妓女陪进重新 你看那个眼前的那个令计划跟那妻子古丽萍 不就是包养那个亮丽的男人锐成刚吗 从令计划那里窃取情报 然后到去出卖 这些人把持宣传部门多少年 我们老百姓坐在底下就看他们在那儿 他们穿那个华丽的外衣 实际上做了这样的那个交易 还不如纪律呢 纪律都是密码标价 是为了生存 他们不是为了生存 他们是为了利益 更高的利益和权力争夺 在出卖自己 你说作为央视主持人 你那么高的工资 那么高的待遇 那么人人在上的高高的位置在上 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些事情呢 台湾联合报说 中共高层反腐 央视成为另一个重灾区 都与央视主播有关 报道说 大陆公安部前副部长李东升 曾任职央视副台长 屡次与美女主播进贡中共高官 让央视如高官后宫 早在今年8月 一名自称央视前主播的女子爆料 央视女主播长期以来 就是党政高官谢玉于发泄的工具 而且这在央视不是潜规则 是明确的规定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周永康 外传至少拥有29个情妇的她 为了央视主播谋杀原配 我们被洗脑这么多年了 以前你说中央电视台如何如何 那都一个一个长得那么鲜亮 坐在电视台上 每天晚上新闻联播就看他们 对于中共高官的荒淫是被一件件的挖掘出来 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认为 中共所谓披露出来的这些丑闻 只是冰山一跤 大量的还在被包庇之中 我认为呢 不应过多的去对他们的私生活呀 什么的这些事情 他们的这个荒淫呀放荡呀 这些不要不应过多的去关注 主要关注的是他们如何是掠夺人的财产 怎么样的欺骗和愚弄中国人民 他们怎么样的镇压中国人民 这是最主要的 此外 北大方正集团传出有高层 曾协助令计划妻子鼓励平逃亡 并销毁贪腐证据 已有多名高管被扣查 12月24号 新华网报道称 北京市公安局已证实 前几日确实出动过警力 去方正集团所在地 是调查其他案件 但警方并未进一步透露详细内情